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TWITTY 今天會和大家一起試玩一堆TOT的產品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 你也應該會看到我unboxing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還沒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 就快點追蹤我的Instagram 這張東西買回來真的是峰迴路轉 寄了兩個月都不到我還以為是不見了 誰知突然有一天它就出現了 所以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試一下這一堆產品 我這次買了TOT的產品也比較多的 我會盡量試 但不夠化一個全妝的 所以有些位置我會跳過 就會用自己的產品這樣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吧 我現在的臉已經塗了一點BASE 我在TOT買了兩支遮瑕膏 那我就買了這個很出名的Shape Tape Concealer 終於買了 但我發現我這次買的顏色 都是錯錯的 我買了這個是Fair Neutral 然後是超級白 而另外這個Rain Forest of the Sea的Aqua Sealer 就是Light Neutral 它看起來是深色的Shape Tape 這個Fair Neutral 但其實兩支都是很白的 那我今天用哪支好呢 這個是Shape Tape 你看看真的很白 然後這個是Aqua Sealer 這個是水水的 那兩個的產品是一樣的 都是大顆產品 那我覺得好像B1個的顏色 好像會好一點 那我今天就會先用Aqua Sealer 那Shape Tape就可以留待遲些的影片再試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最近那個黑眼圈真的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很白 那我就會用一個濕的Sponge印開它 那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在鏡頭上 我覺得這個遮瑕膏是 看起來是很潤的感覺 是有一點光澤 塗了遮瑕膏的位置 而且是很貼面的 遮瑕度也不錯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遮瑕膏 就是up on 現在first impression 那我現在去找一點碎粉 那我現在想定一下遮瑕膏和粉底 那我就會穿回來了 那我剛剛就化好臉 還有畫了眉毛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試 今天這個重點產品 就是這個新的眼影盤 這個包裝真的無敵 它是凹凸的一些魚鱗 然後打開 那個眼影盤是這樣的 是不是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這個包裝真的好爆 你看看 它這個是一個假的皮 然後是軟軟的 然後是幻彩的藍色綠色 而且是可以這樣凹在這裡的 這個palette 而且它是很聚手 很有份量 整件事我覺得 如果會顯示在自己的化妝桌上 真的很漂亮 打開 就是這樣的 它這塊鏡子 就是不可以反到盡的 它是開得這麼多的 然後裡面有塊鏡子 鏡子上面寫著99%Mermaid 然後下面就是有眼影 那些眼影也是一個魚鱗的形狀 我就覺得很有心思 就是眼影很少有特別的形狀 它裡面就是有14個顏色的 如果你聽到有些怪聲 因為現在是狂風暴雨 在外面 那我就會拿這個顏色 那我就會用這個 放在眼截位上 然後呢 我就會逐步加深那個眼截位 所以我就會再拿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叫Short Thing Short Thing Short Thing 它這些眼影 全部聞上去都是有一股朱古力的味道 好像TOOFACE那樣 那這個顏色就跟剛才那個很相似的 但是就是 深一點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紅色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眼頭和眼尾的位置 是不是我的問題呢 為什麼我覺得呢 好像這個顏色上去 也是上不到 好像越Blend越沒有 就不是很黏著眼皮 就是不是很Stay在眼上的 那然後呢 我就用哪一種鮮的顏色好呢 因為其實全部都很漂亮 那好吧 那我就會用這個顏色 我覺得要試一下它的紫紫藍藍的顏色 這個呢 就是Bubbles 那它就是一個Giro Chrome 那我就會上這個顏色在 中間這個位那裡 看看會如何 那我現在就把這個顏色 塗勻在眼皮上面 然後呢 遮蓋前面那個深紅色 因為那個深紅色 就 不太夠突出 那所以我就遮蓋它 這個顏色就漂亮很多 出色很多 那好了 我決定呢 我會塗藍色眼尾那裡 加深回它 那 所以呢 我就會拿這個藍色 就放在眼後面那裡 那我現在嘗試呢 就是這樣做一個 盒子的 外形 這樣在眼尾那裡 那這個藍色呢 絕對是有很多的跌粉的 你看我的臉 那去防止這個跌粉 那麼誇張 那我就會拿一些 我就會拿一些 粉 壓在這個位置 然後 塗一堆在那裡 那待會呢 就可以容易掃走那些 那我就會把這個藍色 呢 兜在眼線這裡 嘩很誇張 然後就 加多一點 Bubble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 有點blend走了 那然後就在這兩隻顏色的連接位那裡 就 掃回 鬆它 讓它有一個 漸變一點的效果 那跟著呢 因為我想試其他的 其他的紅色 就是可以試多一點顏色 那所以我就會把這個顏色 這個 Beach Please的這個 顏色呢 就塗在眼前的位置那裡 那我就拿一個小一點的掃 然後呢就塗在這裡 然後最後呢 我就會用這個 叫Sought Water的這個顏色 那我就會把這個顏色呢 塗在眼頭的位置那裡 做一個打亮的顏色的 那我就會掃走那些貨褲 那我覺得眼影就塗到那麼長下了 但是呢 我就覺得那個藍色呢 我就有些 塗得太低了 那 所以我現在就會嘗試 就找一個 眼底的 Powder 那 就用一個Sponge 這樣拿一大堆 就是這樣 然後呢就壓在我想修正的位置那裡 這樣壓一大堆粉在這裡 然後等它兩三分鐘的話呢 然後再掃走它呢 就可以 就是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加了一點點的顏色呢 就帶走的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畫上眼線 塗完睫毛液 那些 再回來和大家試其他東西的 那我剛剛畫完眼線 才想起呢 其實我是有睫毛液要試的 那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 回來試睫毛液 那我就買了 這個 這個睫毛液的set 這一支 Light Camera Lashes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睫毛液 那我看到它這個kit 有五支 迷你版 那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Tarte的其他的睫毛液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支 那我就覺得 不如就試一下這一支 Tarteuse 因為這一支呢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好用的 那它的kit呢 拉出來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這樣塗了一邊 雙眼睫毛就是這樣的 沒有就是這樣的 這樣塗好了就是這樣 我唯一覺得有些 又不是不喜歡的 但是有些奇怪的 就是它這個包裝 它是就這樣 這樣按下去而已 這樣拍下去 然後你拔的時候呢 就這樣拔出來的 就是它的包裝有點古怪 但是我到現在呢 都蠻喜歡它的效果的 是每一條都分得很清楚 而且是很長的 就不會一塊這樣結了 那我去 貼一貼假眼睫毛 然後就回來再試其他東西的 這樣呢 切了假眼睫毛 現在的眼妝呢 就是這樣的 那好了 最後呢 要試的呢 就是唇唇的東西 那我就買了這個 很漂亮的唇膏set 那這個呢 就是 Mermaid Kisses Lipstick Set 就是這樣的 那呢 就有四支 它們的迷你版唇膏 那我買這個器材的原因 絕對就是 為了那一支 綠色包裝的唇膏 真的好漂亮 這個包裝 是好像有色的雲石 是超級漂亮 然後呢 它們的顏色就是這樣的 就是 在底部就有顏色 就是這樣的 那四支顏色就是這樣的 那這一支就是綠色那支 這支就是藍色那支 這個就是粉紅色那支 還有最後紫色那支 那我覺得呢 我就會想塗紫色這一支 這一支 這一支 這個顏色的名字呢 叫做 Soft 那在塗任何的唇膏之前呢 我也是喜歡塗一點點唇線的 那就可以方便我塗唇膏的 那我就會用KIKO這一支 700號唇線筆 就勾滑了嘴型 然後就會塗那個唇膏的了 然後就塗那個唇膏的了 那這一支唇膏呢 是超級潤 塗上嘴是很舒服的 對啦 它就不會說是超級亮的 那它就是一個傳統的唇膏來的 那就不是超級亮啦 但是呢 是很潤很舒服的 那這個就是完成了的唇膏了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好啦 那我今天這個 試玩撻的化妝粉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啦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個讚 支持一下我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啦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要按鈴鐺 才可以收到我有新影片的通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 嗯 按鈴鐺 一些觀看的 這些 hijo的融蟻 事實上 就會說到這支影片 就做到會議 這個月